普里银海城隍庙经过20年的重建 日前举办安火入座的仪式 县长林明珍、议员林芳瑜以及陈怡君也到场共襄盛举 林明珍县长表示 银海城隍庙是普里镇民信仰中心之一 这次在各界的努力之下 顺利完成第一起工程 让银海城隍庙也能够继续来庇佑地方 我们要两页 这个所持相当的大 但是尽快我们有心的人事到藏著到三天到六官 所以可以顺利地行建完成 今天来去办安座一会 我相信我们成功的厄公、冠定的比喻 我们所有今天来参加 把我们藏著由心仁寺和幼妙 来给我们赞助 保庇我们国台的民安 县议员林芳瑜感谢各界的努力 才让陈黄庙能够得以顺利重建 也希望陈黄庙能够庇佑地方 安居乐业 和家平安 也希望我们成功 建造在我们保理镇 保庇到我们保理镇这里 大家都可以安居浪业 也会保庇到大家生理成功 希望这些信用中心的成立 的建造 安造 大家我们这附近的民众 保理镇这里有影响的时候 都可以来这儿生生拜拜 祈求到我们合家平安 县议员陈宇军表示 宗教有安定人心 导人向善的功能 也希望普里银海城隍庙 入伙安座之后 能够庇佑国台民安 我感觉在现在社会来说 我们生活有什么事情 借到一个信用 可以让我们很平安 也可以让我们社会更安定 所以廟室对一个国家的安定来说 是非常非常重要 在这里在家里祝福 我们今天云海城王爷庙 一会安座 随时代电 也希望我们国家可以国台民安 副议长潘一拳 除了公祝银海城隍 祝福安座大典圆满之外 也希望银海城隍庙 能够持续发挥宗教教化人心的功能 并且能够庇佑地方平安顺遂 记者陈伟一 普里采访报道